包括北港溪、東埔及浦里溫泉區暖身 南投處處都有景點 歡迎民眾到南投遊玩 並規劃泡灘行程 南投縣有三大溫泉區 今天開始就是溫泉季的一個開始 從今天開始在南投縣 有國姓鄉的北港溫泉區 還有我們信義鄉東埔的溫泉區 還有埔里溫泉區 歡迎大家在冬天的時候 是最適合來泡湯 到南投 南投處處都是風景點 你們到南投遊玩之後 遊玩一整天身心疲倦了 就到我們這三個溫泉區去住宿 然後晚上泡溫泉 議員張威華邀請鄉親來南投泡溫泉 議員表示 南投不但有溫泉 此次配合溫泉季 更規劃了一系列好吃好玩的活動 非常值得前來 溫泉季到了 我們現在歡迎大家 這個全台灣來到我們南投 著名的這個溫泉區 都是非常值得我們所有人來享受 特別來到我們南投這個地方 又有好吃的 又有一個溫泉的地方 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中部最好的地區來泡溫泉 就是我們南投 這個南投的溫泉地質 剛好符合我們最好的溫泉 這種碳酸溫泉能夠讓每一個身心 放輕鬆紓壓 而且筋骨上能夠有幫助 所以我們希望所有的 全台灣的人民眾 一起來到我們南投 議員曾正彥表示 一般人工作生活上難免都會有壓力 而南投溫泉的水質极佳 來南投泡溫泉使紓壓的兩方 我們南投縣的這個溫泉的水質 勝過於北部 勝過於宜蘭 還有勝過於烏來 所以希望說 我們全國的青年朋友 有空的時候 到我們的南投縣來泡溫泉 那我們平常生活上難免 都有工作上的生活壓力 我們平常就是要 要速解工作壓力 如果我們有適當的速解工作壓力 來泡溫泉的話 我們的人生肯定是彩色的 肯定是美好的 那我們空檔的時候 就來享受我們的南投縣的 好山好水 還有泡溫泉 溫泉既持續 人氣插畫家合作 聯名推出溫泉區限定明信片 以森林動物到南投泡暖湯為主題 並增設限定信箱 幫忙把回憶寄回家 在活動期間拍溫泉照或美食照 並打卡上傳 更有機會抽到機票 住宿券 泡湯券等大獎 歡迎民眾前來南投尋湯 感受三大溫泉區的原野魅力 民意新聞林佳慧 南投採訪報導 進行動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